大家好 我是透視中國首席研究員當 今天我想和大家講的是中共派系鬥爭101系列 為什麼中共元老被虐主習近平獨裁 大家看到 拜登政府上台後 西方的建制派精英和智庫提出了對華政策 是希望恢復到2013年習近平上台前的狀態 他們普遍認為中共的對外擴張等等 是習近平獨裁的結果 不過無論中文環境也好 或西方觀察家和學者都承認 習近平在上台前沒有自己的派系和政治實力 為什麼中共的元老和各派系的勢力 可以讓習近平這個政治弱主獨裁呢 要講清楚這個話題 就要分四期節目來講 第一期節目就是講 胡錦濤廢了江澤民接班人 習近平意外接班 這期節目會分成三部份講的 1 保護政治遺產 江澤民數次暗殺胡錦濤 2 胡錦濤反擊打了江澤民的隔代接班人 3 胡錦濤妥協選習近平 暗服薄熙來政變奪權 後面三期節目還會分別說 為什麼中共黨內各派會接受習近平主政 給習近平一步一步集權 習近平如何利用周永康薄熙來的政變囚謀 和派系之間的矛盾在權力的夾縫之間奪權 最後會講習近平在十九大之後如何霸王硬想攻修憲習權 等到中共元老想反制他時已經徹底不切 這期節目是收費節目 會放在中國時局直播平台 連接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 歡迎有興趣的朋友來看